耳鸣这种症状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现在新的研究认为 如果说你要有耳鸣的话 首先你要排除 你有没有胰岛素抵抗 或者我们叫着糖尿病前期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 现在认为有一个ENT的研究认为 有93%的有耳鸣的病人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胰岛素抵抗 所以我想这位战友他问的问题 首先去查一下 为什么他耳鸣这个症状 它是跟全体神经的一些共血有关系 所以说你先查查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如果说是 如果说这些东西没问题的话 你要看你的耳鸣的症状是什么情况 如果说它是偶尔的发生 或者是没有明显的进行加重的话 你可能不需要过分担心 其中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 你是不是要控制一下 你的这个盐的摄取量 高盐的话也会造成这个症状 因为它跟内耳的一些 内耳的半规环的 它的一些循环有关系 要排除一下 至于更年期的话 我认为更年期造成耳鸣 如果说单纯是因为更年期的话 更年期最大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性技术它不稳定 这时候造成了这个人的情绪上的变化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这个人的这个情绪 在一个非常焦虑的情况下 你很多症状都会加重 特别是耳鸣的症状也有一定程度的主观的因素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都应该有 至于要改善的话 我想你先排除一下各方的因素 然后呢 先用一些比较自然的方法 我们推荐的 比如说改善你的睡眠 加上一些运动 见见阳光 饮食上做一些调整 不要吃一些这个太多的糖类的 现在是主要是中国人最大问题 吃太多面食 大米 面粉 这些东西都会造成这个 胰岛素抵抗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